皮卡丘和这钞票到底有什么关系? 还请你看看这箭头纸的部分吧 收藏有时就是这样简单 当看到钱币有异样时 你就会给一个名称 比如这枚就叫蜘蛛侠 看来我要为这张钞票起名堂了 在起名堂之前 我先来介绍这张钞票吧 这是一张多指的错体钞票 这多指的地方比较细长 这是2012年第十二代的五十零级钞票 签名是Dansley Datosley Dr. Jetty Ahtar Aziz 这夹子尾巴细长把 来我们看看这钞票的背面 请不吝点赞梁 看了钞票正面和背面 是不是应该想到名堂了吧 把这皮卡丘加上错体尾巴 这效果如何 好吧 就起名为皮卡丘尾巴错体钞票吧 如果你有更好的名称 可以留言告诉我吧 对了 忘记告诉大家 这些马来西亚错体钞票 是不允许在本地拍卖 如果你想标这些错体钞票 你还得到外国去试试硬气吧 也因为如此 本地错体钞票的价格也受了影响 还好进来错体钞票的价格也有点回升了 虽然本地不能拍卖这类错体钞票 我们可以找邻国新加坡的拍卖行 别担心本土的错体钞票还是有出路的 反而要担心的是买到成为错体钞票 哈哈 好了 这张错体钞票就叫皮卡丘尾巴 祝大家收藏愉快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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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